詞曲 李宗盛 Rehn話 Goblin 陳主持響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詹子卿 上禮拜我們講些什麼 然後呢 考件是上上禮拜 好啦 上禮拜呢 投影片出來是什麼 投影片出來是什麼 對嘛 上禮拜講研究架構 我們用考試的五個題目 我們簡單的跟同學們提對不對 我們上禮拜跟同學提的是 我們先把這種概念有一個區隔 流程是叫流程 架構是架構 其實架構只要掌握一點 架構圖只要掌握一點 流程圖是流程喔 schedule schedule procedure process跟schedule 就是流程一步一步的步驟 那如果說架構只要掌握一個觀點就好了 靜靜傑 來 架構只要掌握一個很重要觀念 叫做什麼 你看這圖 如果再把它不然就大一點圖 這個圖 你掌握一個很重要的就可以了 蘇貞傑幫我把前面這個燈關了 什麼 什麼啊 不是 我說 沒有錯 滿意度是在這裡面 我說主要你講 我剛剛講流程喔 我再複習一下 流程 開著是吧 流程 這叫流程 然後開 這個不要開啦 是不是 這要開喔 好 都要開 那這個沒開 你幫忙開一下 好 流程 這個叫流程嘛 它是一個schedule 或者一個process 就是過程 右手邊這叫做架構 那我問你架構是 掌握最重要的部分就好了 提示你好了 還是說 先不要提示 來 那個 我再找一個 林四眼 掌握什麼 對嘛 大家這邊一定要注意到 自變項跟一變項 流程圖就是過程 然後架構圖就是 兩個自變項跟一變項之間的關係 這樣子 這就是圓筒 知道了齁 什麼叫做什麼 紫心 這樣知道了吧 好 這是上禮拜我特別講 然後上禮拜呢 我們把這個圖給各位做參考 他們之間可以看出它的架構之間的關係 還有我特別講 H1 H2 這什麼意思 誰知道 H是什麼意思 誰知道 那個 藍沙層怎樣 不舒服啊 藍沙層 等一下 不舒服啊 你來 你想想看 我說 架構圖裡面很重要 你來 你來自變項一變項 剛剛同學答了 然後那個H代表什麼意思 不知道 頁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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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 誰知道 那個H1 2 3 4 5 代表什麼意思 張家榮 劉一美 H 這H代表什麼意思 忘記了 什麼什麼拳啊 那個 來 昨天沒來 上禮拜沒來 張永津 金還是秦 金 秦 張永津 沒來 黃建制 H代表什麼意思 知道嗎 我們 我們在那個 課程裡面 架構裡面 會有一個叫H的 通常會用H0 或者H1 來代表 這意思是什麼呢 叫做假設 叫做假設 叫做 hypothesis 對 剛剛我聽到誰講了 虛無假設 誰講的 玄姊你講的 虛無假設是H0 對立假設叫做H1 這個我們稱它為 虛無假設 我好像上一次有提過 這個叫什麼 對立假設 對立假設 虛無假設的意思就是說 通常你在談差異的時候 談關係的時候 我們看看這個架構圖 一定是什麼 談差異嘛 有什麼差別嘛 談有什麼關係嘛 兩個之間有什麼關係嘛 那如果說是叫做虛無假設的時候呢 意思就是說它沒有關係 或者沒有差異 叫做虛無假設 如果有差異 有這個關係存在 那叫做對立假設 陳彥哲 如果說 我剛剛講 H0 叫做虛無假設 H1 叫做對立假設 那我問你 那你現在看一個 H1 H1 人口變數跟服務品質 你能不能講出來 用H H0 用虛無假設的概念去講 它會怎麼說明 人口變數跟服務品質 如果你用一句話 代表虛無假設 譬如說我寫 人口變相 與 假設 服務品質 然後呢 譬如說 人口變相 是怎樣 跟虛無假 跟那個服務品質 不同人口變相 譬如說 不同的性別 不同性別的服務品質 或者對 或者對 人不同的性別 對服務品質的感受 怎樣 如果是H0的話 不同性別對服務品質的感受 有差別還是沒有差別 虛無假設 H0 不同性別對服務品質的感受 怎樣 有差別還是沒有差別 有差別 贊成有差別的舉掃 贊成沒有差別的舉掃 如果我要寫 我剛剛再講一次喔 這裡面呢 因為我複習上禮拜說 有架構 架構裡面有一個叫H的在裡面 通常很多人會這樣寫 那H代表假設 叫做hypothesis 叫做假設 這假設的意思是說 我在做這一個研究 或做專題的時候呢 之前我先定一個方向說 它可能是如何 它可能是如何 那叫做假設嘛 假設明天會下雨啊 假設我去台北車站需要20分鐘啊 假設嘛 好 那假設 我說假設有兩種 一個叫做H0 一個叫H1 跟這個12345沒有關係啦 我先講說假設有兩種 我們通常會用H0跟H1來代表 然後後面加一個冒號 H0代表虛無假設 虛無假設就是沒有差異 沒有關係 相等 相同 叫做虛無假設 有差別 有高低 有關係 這叫做虛無 叫做對立假設 好 如果這樣看的話 那我要設一個H0 然後用這個架構圖的人口變相 裡面的性別跟服務品質來做 幾個假設 那這要怎麼寫 不同性別對服務品質的感受如何 陳彥哲 是有差別還是沒有差別 沒有差別嘛 沒有差異嘛 沒有差異嘛 那如果說要講學術性一點的話呢 學術性一點的想法是 未達顯著差異嘛 未達顯著差異嘛 未達顯著差異 這叫學術性的寫法 如果你不是學術性的寫法 就是他們之間沒有差別嘛 這樣懂吧 好 那如果說是 反過來說是H1的話呢 我們就講對立假設 對立假設 對立假設的時候 不能只有寫有差別啦 應該怎麼寫呢 許又甫是吧 應該怎麼寫呢 會更完整的寫法 應該寫說 這是H0 那H1我寫在上面 我寫在上面好了 讓大家知道 我讓他寫在上面就是 H1 冒號 不同性別之對象 這個應該是說 我們這個題目如果說是 我們隨便寫受試者好了 對服務品質之感受 對服務品質之感受 然後呢 我寫什麼 答顯著差異 這是學術性的寫法喔 且男性大於女性 或者高於感受高於女性 這叫做對立性的寫法 這樣知道嗎 那好 那我來問一下 為什麼要寫假設 為什麼要寫假設 有誰能夠回答我 為什麼要寫假設 為什麼要寫假設 如果我提醒你 我提醒你一個提示 聽到我這邊喔 提示喔 我們在談研究的時候 談專題的時候 我說它有四種類型 第一個類型呢 是只要了解它的程度 了解狀況嘛 第二個類型呢 是要做什麼 做驗證 對不對 要驗證嘛 它可以做驗證 那這就是驗證喔 是不是驗證 那意思說 我要做這一個 做這個專題的時候 我認為男性對服務品質的感受 會高於女性 那我認為是這樣 所以我把它提出來 我在還沒有達到答案的時候 我先寫出這個 這個叫做假設 我假設是它 然後我就開始收集資料 收集完以後呢 來 你看這裡喔 這裡喔 建立 這個文獻探討的時候 我發現一些問題 抓了一些文獻 然後建立研究架構 架構跟那個研究的假設 這寫錯了 假設建立出來 然後我做一個架構 我做一個研究的假設 然後呢 我就開始發問卷 或者用什麼方法 我做觀察 我做什麼 然後得到的結果呢 我分析以後提出結論 結論是什麼 結論說 我推翻 推翻H1 H1不對 我的假設不對 H1的假設被推翻 因為男女性別裡面沒有差異 對服務品質感受沒有差異 或者說 我推翻它 因為不是男生的感受比女生高 而是女性的感受比男生高 然後你要寫說為什麼 原因在哪 這就是很完整的東西 所以要寫研究假設 這樣懂了嗎 可以喔 好 那我們上禮拜呢 談到這個地方 然後我有幾個 譬如說加油站的推銷策略差異 或者科技業的薪資 工作態度滿意度等等 我都有每一個都有做一個解釋 好 解釋完 那我們這個禮拜進入下一個階段 我們今天這個禮拜呢 我們要了解的是什麼 來 我把它寫在上面 我順便把今天談的 我寫在旁邊 讓你們記得上課的內容 我們談的是 有一個加了一個假設 加一個假設就是hypothesis 好 那今天呢 我們來進入一個研究方法很多種 我們上一次有提過研究方法很多種 大區隔來講有直性跟量化 對不對 有大的區分這樣區分 那今天我們來談調查法 調查法的範圍非常廣 非常廣喔 你們想像得到的 來 我們現在找一個同學 蘇贤姐 你認為調查法包含了哪些東西 我來看是 蘇贤姐 觀察 觀察 然後呢 觀察 我寫出來好 你講我寫出來 調查法 觀察 觀察 還有咧 沒有關係 你就講 簡易 什麼意思 演義喔 演義 演義 他說是演義法 演義 Recovery 我忘記什麼寫 驅是 驅站的義 演義法 誰知道怎麼寫 演義法 叫做 Deductive 我等下再找出那个E字怎么写 翻译的E吗 不是这样子 也不是这个E 我再找给你好了 应该是Deductive E站 是这样子 演绎法吗 好 等一下我们再看 好 演绎法 还有没有 观察演绎还有什么 调查法里面 张思华 调查法 你认为调查法有什么 问卷 问卷 还有呢 文件 还有呢 调查 最近不是选总统吗 什么调查 网路调查 还有呢 民调 民调 里面 民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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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也是 民调也是调查 对不对 但是民调有很多种方法 对不对 民调里面也有很多种方法 还有哪一些 电话访问 有被访问过吗 电话访问 还有呢 还有什么调查法 如果说 最近一个事件叫做刘三三事件 知道吗 有没有听过 有吧 那个什么调查法 他不是被谁请去哪里 被FBI请去哪里 检调单位 对不对 那时候什么要调查 抽样 不是抽样 抽样是另外一个 抽样也是 抽样调查 你们想得到你就提出来 然后 他是怎么样 是不是一个检察官问他问话 访谈吗 访谈 访谈里面呢 也可以叫做面谈 访谈的话可以面谈 然后也可以一对一吗 也可以多对一吗 也可以一对多吗 可不可以 这个通通叫做面谈嘛 还有没有别的调查方法 调查 调查法 课本讲的调查法 比较偏 比较偏什么呢 偏问卷调查 然后呢 我们问卷又有分很多种 对不对 我们如果问卷调查 哪一种调查法 你们有没有接受问卷调查 有吧 譬如说选课前要怎样 要去评老师的教学 回应老师教学状况嘛 最近有同学写email说 老师啊 不要填可以不可以 我们填的好酸好累哦 那么多科目都要填 那个填呢 那是网路嘛 网路的方式嘛 网路的方式嘛 然后呢 那还有哪一种方式 纸本的方式嘛 对不对 纸本的调查嘛 然后像刚刚讲这个电话里面算不算 电话可以不可以把问卷 用电话去访问 去调查可以嘛 那只要是 只要是说你调查者 你是很公正的 不会去随便作假 那譬如说有谁去骑车去 或者说开车去服务过 或者父母亲开车去做保养 保养完以后呢 那个服务公司会不会打电话来 过几天打来说 等一下保养你满意吗 哪一个项目你给我几分啊 1到10分 1是最低分 10是最高分 你给我几分啊 这种 如果他给我给你9分 他写10 很差哦 我给你5分而已 结果呢 他听到5分 他给你写9分 那就不正确了嘛 对不对 所以调查者本身一定要公正 要公平 而且要真正是有 调查的伦理 我们现在强调是 很多人强调一件事叫做伦理 叫做伦理 叫做伦理 伦理很重要 其实哦 其实我在上课 我也很强调就是一种 我不是说只有上课程的内容 当老师的职责 当老师职责要以身作则 要以身作则 伦理非常重要 不要老师跟学生说 不要作弊 不要作弊 老师也在作弊 那这没有意义嘛 不要当老师啦 对不对 我很坚持这种概念 像今天有几个戏说 课排不出来没有办法 然后今天截止了 不愿意 还是没有 连输入都没输入 然后我的感受是认为说 18个戏里面有 5、6个戏是这样子 那你原因在哪 你讲原因 为什么 甚至于我上礼拜 这礼拜还请他们来 来的时候 他都来都不来 开会他都不来 那这是什么 那是工作态度跟工作伦理 如果你今天工作做不来 你要说明说 我为什么做不来 我理由在哪 那你不讲 你也不来 然后你就恶意的杯葛 那叫什么 那是态度不佳 没有一个工作的伦理 今天我们讲这个调查 也要调查伦理 我调查 发现 人家给我们的反应是不好的 可是为了这个呈现好的资料 我就作假 那就不好 那就没有伦理 好 我们调查法呢 我今天调查法里面有几个东西 希望你先思考 看一下黑板 如果一谈到 你看 如果说你在学习东西 你一开始学习的时候 你就去思考 我只呈现调查法 研究法 调查法 你看能不能想出这么多东西出来 当然你们在想的时候呢 也许不是那么正确 这里面内容不是那么正确 来 我问一下 许又甫 来 你看一下 你认为这里面哪一个 哪几个 哪几个 不是 有没有 不是调查法的 你思考看看 是不是有没有 这里面有 不是调查法的 有没有 你认为 没关系 没有对错的问题 演绎喔 还有呢 还有哪一个不是 观察 好 你们两个同学给大家一个意见 就是这个可能不是 这个可能不是 那我可以给你们答案 还有没有别的看法 什么情啊 张什么情啊 你说 这两个 如果是演绎为什么不是 演绎法 知道什么叫演绎吗 什么叫演绎知道吗 张永勤 演绎的对面 演绎的另外一个面 都叫什么 有谁知道演绎的对面 另外一个是什么 演绎 演绎的另外一面 这是演绎嘛 我这个意是不是写错啊 还是意这个意啊 演绎法的另外一个 演绎 我写另外一个你就知道了 归纳 归纳的意思是说 我把很多事情 很多的资料 做一个分析之后 归纳出一个结果 归纳的结果就是 天气好的时候 迟到人比较少 天气差的时候呢 迟到人比较多 但是呢 不管天气好天气差 迟到的还是那几个 那几个人 他没有天气问题 那就表示他个性的问题 这是什么 归纳嘛 那演绎刚好相反 演绎刚好相反 演绎相反就是说 我看那个资料显示 只要天气不好 人数比较少 天气好一点 人数多一点 那我就演绎就 只要天气是跟 人的出席力 是跟天气有关 这样知道吧 往外延伸嘛 好 归纳是往里面缩 演绎是往外面膨胀 往外面扩散 我们可以把原理原则 是归纳出来的 原理原则应用出去 叫做演绎 这样知道吗 物理现象 热胀冷缩 对不对 它是一个物理现象 那是归纳出来的结果 可是什么叫演绎呢 我把它应用在 火车铁轨上 所以火车铁轨 每一个上面有一个缝 你知道吗 所以火车 Kick cock Kick cock 火车就这样 那现在的火车 现在高铁为什么没有 现在的高铁的铁轨 为什么都没有缝 有没有去想这个问题 这是科技素养 因为铁轨会热胀冷缩 那如果我找一种材料 在接轨的地方 让它吸收那个热胀冷缩 比如说我用某一种特别材料 它胀的时候是往外侧 它让它有距离变成 还是同样距离 或者说这个材质呢 我特殊处理过以后 热胀冷缩互相把它消失掉了 这是一种 演绎就是应用 所以如果我这样看 演绎的话是属于什么 是属于一种原理原则 归纳原理原则 归纳是原理原则 归纳是原理原则 那演绎呢 是一种应用 理论的应用 那就对啦 就很简单啦 我一个题目拿来 发展到扩散到一堆 它就演绎了 所以刚刚讲得很好 喜悠福讲得很好 这个不是调查法 它只是一种什么 一种工具而已 或者一种作业的方法 作业的过程的一种方法 它只是一种过程 它不是一种调查法 它是过程 它是在撰写 或在思考的一种过程 它是一种方 它是一种叫做策略 它是一种叫做策略 或者思考的一种模式 思考模式 是这种概念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